Tatch的行数比组成的块数要少得多 因此往往是多个组成块映射到同一个Tatch行中 那当一个新的组成块需要复制到Tatch中的时候 如果这个时候Tatch中的对应行已经全部被占满了 应该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就必须要淘汰掉一个Tatch行中的块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某个采用二路组相连运色的Tatch 它的数据区的容量可以存放16个组成块 我们假设第0组的两个行分别已经存放了第0块和第8块 如果这个时候需要把组成的第16块也复制到Tatch中 那根据映射关系 第16块只能被存放到Tatch的第0组中 因此必须要从第0组中选择一个块淘汰出去 那到底是淘汰哪一个块呢 这个呀就涉及到淘汰策略也就是替换算法所要研究的问题 我们在5.3.3小节中学习过三种开始的映射方式 那对于不同的映射方式啊 淘汰时需要考虑的问题也不太一样 对于直接映射开始 我们知道每个主层块在Catch中所对应的映射是唯一的 所以如果这个唯一的Catch行已经被占用了 那么呢就无条件的用新的信息来替换当前的信息 而对于N路主相连的Catch 由于每个Catch块在Catch主中都有多个行可以选择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选择到底是替换它所映射的这个主中的哪一个Catch行 而对于全相连Catch呢 问题变得更复杂了 每个主层块呀 它可以放在Catch中的任意一行中 而如果这个时候Catch的每一行都被占满了 如何从所有的行中选择出被替换出去的行呢 就更加需要有高效的替换策略了 常用的替换算法有先进先出 FIFO 最近最少使用LRU 最不经常使用LFU和随机替换策略等等 通常会根据实现的难易程度 以及有没有办法获得较高的命中率来决定到底采用哪一种替换算法 这里的替换策略啊 和后面我们在虚拟存储器中所用的替换策略呢 是类似的 这部分内容呢 也将是操作系统课程的重要内容 所以我们这门课中呢 只是来做一些简单的介绍 我们来看先进先出 FIFO的思想啊比较简单 它总是把最先进入的那一个组成块替换掉 我们通过一个例子来了解一下FIFO算法 假设组存中的一二三四五 一共五块都同时映射到开始的同一个组中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 对于三路组相连开始 它的情况会是怎样的 首先按照仿存序列 块一块二块三分别被复制到开始中 接着访问组成块四 它不在开始中 开始miss 那这个时候呢 需要将最早进入的块一替换出去 我们给最先进入的块标上一个新号 那块四呢 就复制到原来块一所在的开始行中 接下去需要访问块一 但块一呢 刚刚被替换出去了 所以只能够再将块一啊 从组存中复制到开始中 但是块一所映射到的组啊 已经满了 这个时候就需要在当前的块四 块二 块三中 选出一个最早进入的块 那应该是块二被替换出去 把一复制进来 但不幸的是接着又要访问谁呢 又要访问块二 怎么办呢 只能继续替换掉块三 把块二复制进来 按照FIFO算法继续下去啊 我们可以分析出 在十二次访存中啊 只有三次命中了开始 而对于四路组相连开始 情况又会是怎样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按照访存序列 块一 块二 块三 块四 分别被复制到开始中 接着访问主存块一 命中 不需要替换 直接呢 访问块四中的内容 然后是访问块二 再次命中 也不需要替换 那接着是访问块五 不在开始中 catch miss 需要将最早进入的块一 替换出去 把块五呢 复制到原来块一所在的开始行 接下去呢 需要访问块一 但刚刚呢 块一被替换出去了 所以只能够再将块一 从组存中复制到patch中 但是我们也看到 块一所映射到的组啊 已经满了 那这个时候呢 需要将当前最早进入的块 也就是块二 替换出去 把块一呢 复制进来 但是也很不幸 我们看到 接着就要访问块二 那怎么办呢 只能继续去替换掉块三 把块二复制进来 那按照FIFO算法呀 我们继续下去 可以分析出对于四路主相连的情况 十二次仿存中啊 只有两次命中开始 它的命中率呢 是不高的 由此呢 我们可以简单的看出啊 FIFO算法呢 它虽然比较简单 实现起来呢 也会比较方便 但是啊 它没有对程序访问的局部性加以利用 如果最先进入的组成块 正是最近呢 被常常使用的块 它这种方法呀 就会导致较大的开始失效率 而且随着每一组行数的增加 我们看到它的命中率呢 也没有得到相应的增加 我们再来看最近最少使用 LRIO算法 它的基本思想呢 是总是把最近最少使用的那一个块啊 替换出去 很显然这种方法呢 主要就是想利用程序访问的时间局部性 我们还是通过一个例子来了解一下 LRIO算法的具体实现 还是和我们之前的例子中一样的访问序列 对于三路组相连的cash呢 一开始我们看到将块1块2块3啊 分别呢都复制到cash中 接着呢要访问组成块4 它不在cash中 cash miss 那当前cash中最近最少使用的块是哪一块呢 是块1 所以啊把块1替换出去 接下去需要访问块1了 但是块1呢刚刚被替换出去了 所以只能再将块1从组成中复制到开始中 在当前的块4块3块2中 选出最近最少使用的块 那应该是块2替换出去 把块1啊复制进来 但是我们同样看到很不幸啊 接着又要访问块2 那怎么办呢 只能去继续的替换掉块3 呃我们看到按照LRU算法呢 继续下去可以分析出啊 在12次仿城中呢 只有两次命中开始 那如果我们试着去增加每一组的行数 对于四路组相连开始呢 我们通过分析可以得到 它的命中次数啊 增加为四次 而如果对于五路组相连啊 命中次数呢 可以增加为七次 如此可以看出 LRU算法的命中率呢 可以随着组中的行数的增加 而得到提高 对于LRU算法 当局部化的访问序列 在开去组的行数的容量内的时候 就会有很高的命中率 而一旦超过了开去组的容量的时候呢 命中率就会显著的降低 这种情况呢 被称为抖动现象 LRU算法 它和FIFO算法相比 可以更好地利用访问的局部性 那么每个块最近被访问了多少次 是如何来进行记录的呢 在LRU的具体实现中 并不是通过在一个堆栈中 来移动块来实现的 而是通过给每一个开始行啊 都设定一个计数器 我们根据计数器的值呢 来记录这些组成块的使用情况 我们以一个四路组相连的开始为例 因为每组啊 只有四个开始行 所以呢 技术器呢 设两位 每一次访问开始 被访问行的技术器清零 其他的行呢 技术值加一 那技术值越小呢 说明越长被利用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用一个表来表示 其中蓝色部分是当前这个开始行的技术值 红色呢 是存放的数据块 LRU的技术器变化规则很简单 当访问开始命中的时候 被访问行的技术器清零 其他的行呢 技术器加一 如果没命中的时候啊 就把新的一行的技术器置为零 其他行的技术值加一 那如果需要替换的时候 就选择技术值最大的那一行中的块 进行淘汰 新调入的这个块的技术值呢 置为零 其他的行呢 技术值加一 还有一种随机替换算法 它的基本思想呢 是从后选行的主存块中 随机的选取一个淘汰调 而不对块的使用情况进行区分 通过大量的模拟实验 人们发现随机替换算法的性能啊 只是比LRU稍差一些 但因为它不需要对进入开始的块 做任何的记录或者是排序 所以呢 它的硬件实现代价是很低 目前很多计算机系统中 常用的替换算法 就是从我们介绍的这几种 传统的替换算法直接演化而来的 那设计者常常需要在 命中率和代价之间做权衡 使用整个淘汰调子